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警方拘留了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的 五名现任和前任雇员 据彭博社五日报道 知情人士称 五名中国公民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被拘 他们都在阿斯利康肿瘤部门 从事抗癌药物推广工作 调查由深圳警方牵头 其中一项调查 关系到该公司收集患者数据的问题 这可能违反中国的数据隐私法 此外 部分人员还涉嫌进口一种 未获准在中国销售的肝癌药物 对此 阿斯利康不予置评 深圳警方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本周通过未期三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试图在政治和经济层面 巩固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 尽管双方在债务问题上存在摩擦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连年下降 且中国国内经济情况引发广泛担忧 习近平仍强调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合作机会 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峰会开始前 习近平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 但他本周却表现出更将的迫切性 他强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意味着一个多级世界正在崛起 西方有美国牵头的单级世界即将结束 这种说法虽然不是新鲜观点 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得更具迫切性 作为中国与非洲疫情后的首次高层面对面峰会 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北京 再次确认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者 强调其稳定性承诺 并试图推广其在现代化 安全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理念 特别是在台湾等国际争议问题上 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 专注于非洲问题的咨询公司 Development Reimagined的首席执行官瑞婉杰指出 非洲在联合国拥有54票 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有注意 许多非洲领导人和民众认可中国的主张 将中国视为经济发展的楷模 2024年的皮邮调查显示 加纳 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中国对其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 全球高利率和西方发展援助的减少 让许多非洲国家几乎别无选择 只能依赖中国资本 瑞婉杰指出 非洲领导人希望更多的参与 而不是更少 在三日的峰会前夕 南非总统拉玛夫萨访问深圳 对这座城市转型为全球科技中心表示钦佩 南非对中国基本没有负债 但却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 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2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 远高于世纪之交的120亿美元 尽管如此 中非贸易天平明显偏向中国 非洲在中国全球贸易中占比不到5% 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 而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大宗商品 包括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矿产和金属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内这种贸易逆差可能进一步扩大 因为中国制造商正在努力扩大 对中等收入国家核心性市场的出口 以应对国内经济放缓 并抵消西方国家对电动汽车 钢铁和其他产品的高额关税 一些专家担心 中国的过剩产能外溢 可能阻碍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 这些国家希望从出口原材料 转向生产制成品 在与习近平会晤时 拉玛夫萨表示 南非希望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改变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 并呼吁更可持续的制造业 和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 南非是重要的黄金 薄荷蒙出口国 南非的邻国津巴布韦 去年颁布了李源矿出口禁令 实际上强制中国企业在当地进行提炼 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 2023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 小幅增至约46亿美元 为2016年以来首次增长 但在中国政府要求转向规模 更小且更具战略性的项目后 中国对非总贷款规模 仍不到2017年和2018年的三分之一 在过去一年 根据G20制定的新债务减免程序 中国的银行已经与其他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 重组对赞比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贷款 被称作共同框架的债务减免程序 要求各国首先与政府债权人讨论债务减免 然后向跨国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等 非政府债权人争取类似减免 这些协议在拖延了几年之后才达成 分析人士称 这可能让肯尼亚和安格拉等其他负债累累的国家 对贷款违约望而却步 非洲的能源转型可能成为中国对飞新策略的试金石 这场能源转型包括投资大型太阳能发电厂 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 除了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这些项目还有望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用商店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中国论坛专家唐晓阳表示 这些项目大多将由民营企业牵头 有望弥补国有部门融资的减少 另外 拜登政府也试图加强在非洲的参与度 包括承诺大举投建基础设施项目 例如洛比托走廊 这是一条从大西洋横跨安格拉并 延伸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的铁路线 尽管如此 美国扩大在非影响力的进展 喜忧参半 2023年 美国表示已与非洲国家达成价值约142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 但自2021年至2024年 美国政府以侵犯人权和民主原则未有 暂停了八个非洲国家参与美国的贸易优惠计划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创下历史记录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美国现在是非洲大陆第三大贸易伙伴落后于中国和印度 2023年 美非商品贸易额为675亿美元 比2008年下降过半 Development Reimagined的瑞婉杰认为 非洲对发展的需求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不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合作伙伴 他举例说 中国和美国都可以作为非洲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者和开发者 他说 非洲领导人不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 他们想要的是发展 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隆重节目 20多位非洲领导人齐聚一堂 开幕式上习近平举起酒杯 满面笑容地和他的非洲朋友们共庆这一盛事 他承诺 中非将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特别是在基建和教育等领域 然而台上热闹非凡 台下却是另一番景象 债务危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悬在众多非洲国家的头顶 路透社的报道 犀利而不留情面地揭示了当前形势 作为非洲最大的双边贷款国 中国在非洲的债务重组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态度却相当保守 主要通过延长期限而非减免债务来处理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报道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国通过各种管道向非洲提供资金支援 尤其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 然而到了现在中国自身也面临金融压力 资金支持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2015年中国宣布了6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 2018年再次重申这一承诺 然而现实却没有那么美好 国内经济放缓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再加上疫情的双重夹击 使得中国的资金支持大幅缩水 去年中国向非洲批准了46.1亿美元的贷款 看似多了一些 但离2016年的峰值还是相去甚远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家颖副教授分析指出 非洲缺乏投资的原因之一是 大型投资回报率低 风险高 中国作为非洲的贷款国 加之其自身经济放缓 自然也得谨慎行事 有些非洲国家面对偿还的问题 而债主都不希望看到自己有所损失 他补充说道 一旦非洲国家经济面临问题 偿还债务和完成工程就可能成为挑战 在这时 中国作为理性的债主 应该会在借款方面做调整 要求掌管抵押的资源或物品 的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 基础设施的联通性 如道路 铁路和桥梁建设 都需要大量资金 然而 债务负担和财政空间的紧缩 使得这条路看起来更加坎坷 以尚比亚为例 完成冗长的债务重组后 欠中国的外债占起总额的20% 伊索比亚的情况也不遑多让 重组进展缓慢 习近平去年10月的发言中 就已提到一带一路将转向小而美 这句话似乎成为了一种预言 资金不足 导致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停滞不前 肯亚的现代化铁路和喀麦龙首都亚恩德 与多阿拉的4.5亿美元公路项目就是典型案例 非洲领导人们在债务偿还压力下 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相当于在钢丝上跳舞 庄家颖副教授认为如果非洲无法确保更多资金的流入 除了债务和经济问题还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上周发布警告 非洲的债务问题迫使中国采取风险缓解措施 中国的贷款方式也在悄然变化 例如对安哥拉的贷款以资源抵押贷款的形式进行 这种安排备受争议 一些国家如乌干达拒绝了这类交易 担心未来几代人会因此受损 资料显示中国正在采取绕过负债严重经济体的策略 通过与非洲多边银行合作来提供贷款 在去年批准的13笔中国贷款中 有两笔是提供给非洲进出口银行的 在2021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中国承诺到2024年底将从非洲进口增加到3000亿美元 今年7月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总进口额达到3059亿美元 然而 庄家颖认为 这些进口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领域 令贸易多元化变得困难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梅瑟维提出 中国是否为非洲伙伴构造债务陷阱仍处于争议中 他说 证据强烈表明 中国发放一些贷款 或以其他方式支援某些非洲专案 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非商业原因 梅瑟维的观点 在非洲国家内部引起了共鸣 非洲领导人们逐渐意识到 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性 但要摆脱这一影响 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美丽的愿景和现实的挑战往往并行不备 中国更可能通过资讯共用来维持与非洲的关系 而不是增加贷款来继续与非洲合作 这是分析人士的一致看法 这场在北京上演的中非合作论坛 就如同一部宏大的舞台剧 各国领导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解决债务问题的重任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一不小心便会引发整个非洲大陆的震荡 非洲领导人们需要在借贷和发展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中国则需要在风险和合作之间步步未营 未来 这场合作的戏码还会如何上演 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最新一期中共党刊 《求是》杂志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 刊登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强调中国的教育 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 外界相信 党媒发表习近平过往的讲话 除了出于政治考量 也跟越来越多中国人用脚投票有关 美国之音报道 《求是》杂志这篇题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文章 内容来自习近平2018年9月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开宗名义表示 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 也绝不能培养出一些藏着中国脸 不是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 缺少中国味的人 习近平说 长期以来 各种敌对势力 策划颜色革命 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实施西化 分化战略 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 就是争夺中国的青少年 在敌对势力 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中 中国不能输 也输不起 文章强调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键是要做好几方面工作 包括 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要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不被任何干扰所获 在后置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教导学生 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立志听党话 跟党走 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这篇文章体现了习近平的教育思想 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所谓的中国本位只是一种包装 吴作来表示 习强调 中国文化是要以民族本位主义来粉饰 支撑共产党空洞的理论 所谓的中国心 置换了芯片 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 所以他没有中国心 对中国人民也没有真正的感情 在中国大量设置党校 设置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 老祖宗不能丢 老祖宗指的不是中国传统价值不能丢 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丢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在破坏 终结中国文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受访时 则就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的指引提出质疑 他认为 其实高品质的教育 不具备所谓的中国特色 或者哪个国家的特色 高品质的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现在习近平在开历史倒车 也就是说 他和他的政权 班子把人民作为他的敌人 这不是中国的教育出问题 而是他对教育的指导思想 出现了彻底的反动 这是中国教育的巨大灾难 有评论认为 中共一直担心西方思想会随着开放进入中国 夏明说 中共对于吸纳西方的学说 素来具有选择性 中国共产党永远没有拒绝西方的思潮 文化 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来的学说 它只是拒绝西方那种具有民族自由价值观的 能够保护个人主义和保护自由的吸来的思潮 这是非常大的逻辑上的矛盾 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虚伪 2022年 北京实施的严厉新冠疫情封锁 激起了人们对出国生活的憧憬 英国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与Partners 今年6月发表的报告显示 预计今年将有超过15000名中国富豪移民 事实上 很多中国权贵就算没有移民 也会让小孩透过出国留学的方式移居到其他国家 对此 夏明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有上千万的人在国外留学 而且这种留学的趋势越来越盛行 留学生年龄也越来越小 尤其是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学分的流动 教师的流动 教学方法的交流 都是不可阻止 这种势头只会加强 不会减弱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 研究员吴瑟智泽表示 许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者家人都在海外过着富足的生活 这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 以及中共在创党之初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相违背 吴瑟智说 习近平重提六年前的讲话 与眼下中共政治情势有一定关联 尤其是外界揣测 习近平在党内正面对权力斗争 可能会以违反社会主义路线作为标签 对内进行清醒 他进一步分析 谁会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 在习近平眼中 只要是站在他的对立面 或者他的政敌 都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 在过去 社会主义的发展 是一个学术上的探讨 但是应用在政治上 就会涉及到权力分配的问题 现在习有这样的宣誓 当然无非就是要提醒他潜在的政敌 不要轻举妄动 他在任何时刻 都有可能进行肃清的动作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